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第一次從美國搬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接觸到了很多文化上的衝擊 比如說飲食啊 生活習慣的方式 對我來說都是非常大的一個改變 讓我印象蠻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大家回答 你好嗎 這個問題方式 在美國我們會說 How are you? 然後對方通常就會回說 I'm good, how are you? 但我第一次搬回來台灣之後 我並不知道這一點 然後中文程度也沒那麼好 所以當有人問我說 那Melody你最近好嗎? 我就會回說 很好,你呢? 但我後來漸漸地發現說 這個回答好像不夠謙虛 然後甚至好像跟比較熟的人 他會說 欸,你是最近夠很好嗎? 我們通常會回說 很累啊,你也知道 就是工作啊,小孩啊,很忙啊 就算最近狀況很好 我們也不會那麼明白地講出來 我們會稍微打個折 變成說,我們會說 還好還可以 還可以 但什麼時候很忙或很累 才能代表說 一個好的生活狀態 或是一個成功的表現 據2021年4月的一個 全球整體健康指數 總共有21個國家 包括台灣在內 從五大面向來看 有身體、工作、家庭、社交與財務 台灣的整體健康指數 為全球倒數第三名 只贏過韓國跟日本 而衛福部統計 台灣每15個人 就有一個人心裡生病 而超過9成的台灣女性受訪者 感到壓力 卻不願意對外求救 高垢於所有亞太區的國家與地區 六年前 我和我老公創了第一個事業 就是一個女性的運動服飾品牌 我們主要賣的項目 就是運動內衣、運動褲子 當時的我對於健康的認知 就是身體上的健康 怎麼吃、怎麼動、睡眠品質 但在我創業的第一年 我除了多了老闆這個角色 我同時也多了太太這個角色 還有媽媽這個角色 所以在短短的一年時間 我結了婚、創了業 還升格為媽媽 為了扮演好我生活中的各種角色 我開始感到巨大的壓力 不管是工作上還是婚姻上 我開始感到很空虛、無力 我想我生活中這時候已經開始出現一些裂縫 但是我當時察覺不到 直到我一直往外跑 一直向朋友聚餐、喝酒 我想我應該是在逃避 我想要麻木眼前的一切 我和我老公也一直不斷的吵架 而且我是那種無法控制情緒的 可能為了一個很小的一件事情 可以三秒內從零飆到一百的一個情緒失控 甚至還變成因為我自己都不認識的一個母親 就是面對孩子的時候 不像以往來的那麼有耐心、那麼有關愛 而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也會常常出現一些很黑暗的一些念頭 我覺得這時候的我就很像 霧闖森林的白雪公主 就是我已經陷入了黑洞 但是在大家的面前是看不出來的 因為我還是一樣維持著自己的一個快樂 是一個積極正面的一個面貌 在社群媒體上也是一樣維持著一個形象 然後我本來的個性 就是我不太會去談論自己的事情 因為我怕會就是別人的 就是我不喜歡別人擔心我 然後我不想要成為他們的一個 好像一個負擔 我前陣子還翻到就是我這段時間寫的一個日記 然後上面寫說 我感覺好像我站在一面後玻璃後面 我看得到大家在對我講話 但是那個聲音對我來說是很遙遠 很有距離感的 周遭關心我的人都在 但我卻感到孤單 我有好多好多機會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辦法好好的去珍惜 去把握 去往前衝 卻我感到很很失落很無力 失去了方向 原來我生病了 我想要再問一下在床的大家 大家知道感冒是什麼感覺嗎 有什麼樣的症狀 比如說 喉嚨 喉嚨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痛 喉嚨會痛 可能會癢癢的 那鼻子呢 流鼻涕鼻塞 我們可能會發燒 可能會身體會痠痛 那肚子痛呢 肚子痛這個感覺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都很熟悉 可能就感覺到肚子緊緊的這樣子 那憂鬱症呢 或焦慮呢 或心理生病呢 就 身體出現了問題 我們通常馬上就有感覺了 比如說肚子痛 我們馬上就一開始聯想說 我是不是今天吃了什麼嗎 還是我吃壞肚子嗎 還是因為我緊張嗎 那如果肚子持續痛了一個禮拜 我們馬上就會開始 就馬上就會約醫生了 我們馬上就會去檢查 我們不太會放著不處理 因為它已經開始影響到 我們的日常生活了 萬一變得更嚴重 變得胃潰癢之類的 但心理健康出現的問題 是不是好像沒那麼容易去發現它 去察覺到它 可能兩三個月 兩三年 甚至還有人可能一輩子 都沒有去發現 沒有去重視它 這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心理健康出現的問題 卻不像身體的病痛一樣 那麼急著要去治療它 身心靈這個名詞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而身心靈健康 大家應該也都有個概念嘛 就是好像是全方這種 上下左右內外的一個健康 好 讓我們來定義一下 John Travis 一名美國的醫師 也是身心靈健康的一個領導人物 他發明了 Illness Wellness Continuum 這是Dr. Jessica Matthews的解釋 我們在討論大家應該都可以認同說 死亡這個狀態 是絕對沒有健康這個狀態對吧 所以健康是存在於死亡的某個 右邊的一個點 好 那健康是什麼 傳統來說 大家對於健康的定義 就是身體沒有出現任何的 受傷或是不舒服的一個 無病無痛的一個狀態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 無病無痛的一個狀態放在這裡 所以從死亡到這個 無病痛的這個狀態 從這個都是一個治癒所進行醫療 的一個過程 比如說剛提到的肚子不舒服 可能沒那麼嚴重 大概在可能就是 無病無痛的大概這個位置 稍微不舒服一點點 那我們就今天多休息 我們吃清淡一點 吃個胃藥 我們很快就可以回到 無病痛的這個狀態 那如果今天 稍微比較嚴重一點 比如說胃潰瘍剛提到的 可能就是再過來一點 那我們可能需要住院 可能需要開刀 那我們開完刀 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點不舒服 但是我們已經往 恢復健康 恢復這個無病痛狀態的一個方向了 然後再多休息個幾天 然後就可以回到這個 無病痛的neutral point 好 但是呢 世界衛生組織 WHO 在1948年 對於健康的這個定義 改為 健康是身體 心理 社交 與精神上的良好狀態 不只是身體沒有出現病痛而已 代表說這條線 它不會停留在這邊 而它會一直往右邊的延伸 追求一個更心理 或是一個更高一層的健康 也就是所謂的 健康 那所以健康到底是什麼 The Global Wellness Institute 對於健康 身心靈健康的這個定義 除了我們大家所知道的身 心 靈 事實上也有其他的面貌 有環境 有社交 有職業 知識成長 還有財務 連財務健康也都包括在這個 身心理健康的定義裡面 這個八大面向裡面 而這個Wellness的 箭頭的走向的說明 代表說Wellness它不是一個 終點 它也不是一個結果 而Wellness是一個 積極的一個自我察覺的一個過程 而我們追求的是一個更圓滿 更圓滿的一個生活 而為了這個圓滿生活 我們會做出一些選擇 還有一些決定 所以自我察覺 這個積極的自我察覺 這個自我意識 就是Wellness 身心靈健康的一個基礎 就像我們肚子不舒服 需要我們自己講出來 我們說我今天肚子不舒服 就是你身邊的另一半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不見得會意識到你的不舒服啊 那心理不舒服 也是一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也是要從自我察覺 自我意識開始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陷入了低潮的時候 我幾乎已經沒有起床的動力 然後我也哭點也非常的低 因為有一天晚上 我和我老公覺得我要準備睡覺了 然後我記得我已經不敢閉上眼睛了 因為我會出現那些很黑暗的一些想法 然後我不敢 然後我也不想自己面對我內心的聲音了 不想一個人去面對這些聲音了 然後我記得我就是轉向他 然後我就很小聲的跟他講說了 I think something's wrong I'm not okay I'm not fine 然後他就停頓了一下 我可以感受到他知道他接下來要講的話 是非常的重要 然後他終於就會說 好受 怎麼了 幾個月來我終於開始問自己說 我到底怎麼了 就是當我躺在黑暗中 面對著天花板 我終於開始問自己說 我有什麼感受 為什麼我有這些感受 我們常常會認為說 我們為別人付出而犧牲的自己 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一件事情 我們為家人 為孩子 為工作的付出 表面上我好像很完美的掌控了一切 但事實上我已經失去了自我 英文有一個諺語 You can't pour from an empty cup 就是空的杯子到我們出東西來 我是一名媽媽 我是太太 我是老闆 朋友 女兒 姐妹 但最重要的 我是Melody 而我已經拋棄了她 如果不好好的先照顧好自己 我要怎麼好好的照顧需要我的人或事 所以從那天晚上開始 我終於決定要正視自己了 我之前一直向外跑 是因為我在逃避 我不敢面對 而我跟老公的爭執 是因為我害怕 我脆弱 我躲在那些大聲的情緒後面 而我跟孩子 我對孩子失去的這個耐心 是因為我對自己沒有自信 我感到無助無力 我終於開始有勇氣去面對了 我終於開始自我察覺自我意識 而我覺得自我察覺自我意識 這個是身心靈健康療癒的旅程上的第一步 那你接下來用什麼樣的療癒方式 有很多很多種 然後我也試過了很多很多種 我去過諮商室啊 個人的婚姻的 我有去過潛意識溝通 催眠瑜伽冥想 寫日記的習慣都有 我覺得事實上 你想要用什麼樣的療癒方式並不重要 就像你今天身體不舒服 你是選擇去看中醫還是西醫 我覺得重要的是你要往哪個方向 你要有自我察覺的第一步 然後你要有勇氣去面對你內心的聲音 我去年考上了一個身心靈健康教練的一個證照 一個Health and Wellness Coach 而今年也創了第二個事業 就是一個身心靈健康資源整合平台 我們希望就是可以幫助更多人找到屬於他們的 身心靈健康的一個方式 而提供給他們所需要的這些身心靈健康的資源 我那時候陷入了低潮的時候 我有可能在這邊 我有可能在這邊或是在這邊 我覺得在哪一個位置並不重要 因為Wellness它沒有一個起跑點 它是一直流動的 它是一個不禁止的一個旅程 一個過程 有時候狀況好 有時候狀況不好 我覺得重要的不是你從哪裡開始 重要的是你要往哪一個方向 而在設定自己內心的導航時 你要怎麼知道你要往的方向呢 我希望在場的大家有機會可以好好的回家問候一下自己 你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